Hello 大家好 來到10月11日的耀文 有我旨程和大師在此 開始之前大師有宣佈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很多人 多謝很多人關心我們 亞洲福利或者經營狀況 就說是 請了那麼多人 又是Milky 又是Peter 那些事情是 我怕你做不住 其實你知道 我們亞洲這件事就好像 一個社團那樣 就是大家一起 一起玩的 Milky和Peter 講感情的 雖然條件那麼好 但不要想著他們收很多錢 大家都是互相幫忙去做 我們是講感情的 我們是好朋友來的 所以不是純粹講錢的 也不是收了很貴不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亞洲福利和亞洲購物 的確是做到我們有一頭煙的 幸好我們的脾氣都很好 大家感情都很好 要不然就幾乎吵架了 因為那些事情就做到 因為太多工作了 但是都叫做是 在很短時間 我們用很少人手都能夠做出來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大家都覺得是一個 不是一個成就 都叫做了一件事出來 這就是其一 第二就是我們是 今晚 七連編 七師傅 七連編 上我們節目 上我們的直播 今晚幾點 沒錯 九點鐘 大家記住去看七連編 是 我想我們直播的宗旨就是 首先我們希望 是製造出一個很好看的節目 令大家滿意 至於買不買 買不買是產品 全部其次 是不太大問題 大家首先來看看 那你喜歡就買 不喜歡就不買 是沒有問題的 我都說了 我們遲些買手錶 我買了一隻名牌手錶 本地製作的 那我跟他說 可能你看中了 你看中了 你十年之後才買 也都不是幫助我們買 我們都沒有所謂的 我們只希望做一些好的事 去entertain 去令到大家覺得很開心 和所有參加的人很開心 那才是我們一個 這不是一個社團 我只知道用英文可以代替 是一個fraternity 叫fraternity的所謂 所以我們就是 總之所有參與的人 都可能有些事得著 開心點 那就是我們 這麼辛苦辦這個台的目的 嗯 那除了 等於你來做的時候 我想都是一半為錢 一半為開心 不是 我只是為了認識你 哈哈哈哈 那多謝先 那當然認識都是開心的 一件事 然後除了七師傅 我們還要說初歌 為什麼呢 嘩 初歌是不是最近都不錯 那些成績 近期的馬的成績是不錯的 嗯 你怎麼知道 剛剛你說過 哈哈 我不是很特別 我不是很特別留意 因為我看到這些人留言 但是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 又不是太好 那你康復 你沒理由馬上走出來認識 就是不要這樣 我們是公道一點 公道一點說話 近期好像我看到這些人 好像上一次中得挺好的 是 但問題又不是 又不是 有一輪是做得不好 有一輪是做得好一點 那我相信 是一個很正常的波動 嗯 所以 但是初歌他那個旗子課程 就開場了 我們遲些都會找他聊聊天 嗯 都收得不錯的 但是我們都想去聊聊天 希望大家多些人支持他 是 初歌都很努力 大家看到他很努力 你有沒有上過Telegram Group 大家都很活躍 很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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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爆部機 是 那個頭髮過程 我們那個更加炸爆部機 炸得瘋了 更加是這樣 很多謝大家支持 所以我也說 我們是一個 fraternity 這樣的形式 而不是一個正式經營生意的模式 其實我想說 我前幾天 我加入了一個群組 叫做投資群組 然後我只是 其實我從來都不說話 我是CD-ROM來的 然後 但是看到他們在說 那些樓價跌得很厲害 大家在說 哇 現在什麼都說自己順盤 就是有些 已經跌到去 2018年的樓價 然後我出來說 還有一段時間跌 就是說完這句 然後那些人已經立刻起到我底 就說 這個是不是子晴啊 是不是周顯大師那個台 然後下面 至少六七個人說 我有聽 就是不斷地留言 然後我是沒有回覆 但是我覺得 哇 原來在一個群組裡面 也有六七個粉絲 我是不知道的 真的在一個群組裡 是 所以大家看到 大師很厲害 是 然後再說一下 今天的天氣 大家能不能出門口 好像是冬天 我覺得很冷 昨天晚上 對 好像由夏天 一兩天 變成冬天 可能你立刻抗議 哈哈 真的有點冷 但是大家 都可以等到 今個星期尾 就會變回 和暖 今天最高氣溫 27度 大家小心 已經去到紅色火災危險警告 真的很乾燥 沒錯 大師你也很乾燥 很乾燥 我是很乾燥 哈哈哈哈 大家就要給多一點水分 大師 OK 好 然後我們就說一下 其實今天耀文也不用多說 又說俄羅斯 哈哈 看到俄控的烏克蘭亞 克里米亞大橋 在10月8日發生爆炸 事發兩天之後 烏克蘭多地發生爆炸 大爾俄國防部發言人 科立新科夫說 俄軍打擊的目標已經達成 所有的目標設施都被擊中 現在至少10個城市都遭到俄軍的攻擊 有些人就覺得 今次會不會是普京最後的攻擊 或者他是臨死之前要回國反哨 他應該不是臨死之前 他還是一隻很生猛的新聞 他還是登出來 他登出來 他的官方照片都是跟一隻熊一起拍的 哈哈哈哈 他真的很懂得做公關 那他這件事很明顯 他就是報復克里米亞大橋避炸 所以他其實還有一些導彈的精炎 我可以這樣說 那些人經常 有些人不太明白 我說那些武器是不能用的 他不知道那些武器是不能用的 那些人經常會說我好像不懂 幫俄羅斯去辯戶 其實每一個大國 當你去到特尊特滅亡的時候 都有一些兵力或者武器是沒有用的 譬如俄國秦朝的時候 被六國滅亡的時候 他也是有一隊軍隊在越南那裡是不動過 是沒有動過的 都很少有隻青王 可能北方有一些軍隊 那俄羅斯到了亡的時候 當年打輸的時候 他永遠都有一隊軍隊會在東方防止日本 明白嗎? 即是你永遠都有一些軍隊 因為你很大國 你四邊要留守住 那你最忙的那些東西 你也是不能動的 永遠有一堆東西不能動的 例如飛彈 有些東西不能動的 如果他動了 如果他拿了所有軍力去打了 打了去烏克蘭的話 基本上他就馬上不約了 或者所有他的敵國 日本、美國在那邊打 都會馬上入侵 所以到了最後 他有很多壓箱底的東西是不能用的 譬如一個公司多窮 都可能再刮到一些錢出來 因為他有很多分公司 可能有些分公司有錢 這間公司少了十億 可能有五千萬可以打了 就是會有一些這樣的狀況 那他這件事是很明顯的報復 我想烏克蘭這個故事 首先就是教訓了烏克蘭那些人 還要出普京的郵票 還要出 還要說這件 就是扎連司機還在那裡 那個叫做幸災樂禍 還在幸災樂禍這樣 他應該是扮不知道這件事 這樣他會好些 你沒理由 你擺明做日文郵票 你擺明一早知道這件事 那我就會炸你了 因為這件事其實是恐怖襲擊 你和什麼無關的民用設施 和戰爭無關的民用設施 那完全是恐怖襲擊 是的 你這樣過癮 但是還有很多還要報道那些 幾乎那些人民 在那裡 真的開心啊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握手相慶 你在當時的握手車 你在當時已經猜到發展 你不能夠 但為何不予覆當時年沒有 будет 發展 即是可以證明那裏的人 是過多短時間 我可以這樣說 集合身 contrario 這個是烏 烏克蘭人民的 這些叫做不知輕重 你做了一件事就覺得好玩啊 你不知道後果會有多少 你不能預覆到後果 證如他上加北約 你一定是激怒你 你不知道是你所做的 遭受到後果會如何嚴重 正如2019年的時候 那些黑暴 你真的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 你以為沒有啊 北京啊我就是吹你 你吹到帳嗎 你明白就是這樣的狀況 你猜不到後果 結果後果當然是 當然是入了監 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 很容易會這樣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一些 你猜不到後果的人 選出一些猜不到後果的人 不會有一個三盆推演 去猜到將會遭遇到什麼的後果 那只是想著現在就這一刻 很爽啊 就很爽 就這樣了 其實就是這個狀況 就是貪圖一刻的爽 沒錯 那見到現在幾乎呢 最少了最更新的數字 死了十四人 九十幾人傷 他炸了集營師的辦公室 住了集營師的辦公室 在那裡已經掛了 第二就是他最主力去打哈爾科耶夫 哈爾科耶夫應該在那裡 你聽到他 他用了十幾個彈架 那裡就是打是 黑爾松的北約基地 幸好北約有很多的將領 很多的顧問在那裡掛了 嘩 那都很損傷慘重 是啊 所以這一點他們損傷慘重 即是 烏克蘭那裡 就是叫做《大汗的憤怒》 這個叫做《大汗的憤怒》 這個叫做《大汗的憤怒》 有道戲我好見了 那個憤怒是毀滅世界的憤怒 但是整件事情 我認為有可能會升級 這件事情美國很生氣 因為美國應該不知道 是恐怖活動來的 是烏克蘭那些什麼 恐怖活動來的 烏克蘭的激進分子 激進的情報組織的恐怖活動 而當然普京非常生氣 因為普京非常生氣 因為普京覺得你這樣也找不到 但是美國也不預先知道 而美國也非常生氣 因為美國覺得你為什麼不預先知道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你這樣可能會惹戰 現在很多人都是惹戰 現在至少有三個人講過 據頭來講 拜登 梅克爾 還有 但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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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突然私底下說 嗯 大家都怕這件事 你覺得 突然私底下好像不太害怕 他也不是他 死豬不敗開水堂 哈哈 其實你看到 剛好又在普京生日 大家都記得 前幾天 好像怎麼過送婚禍 是 但是還給他 哈哈 看到其實白宮 剛才大師傅說的 就是譴責 就是拜登其實都出來說的 就是說 哇 現在這樣 就是逼我和烏克蘭 其實都說 會令我更加和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這樣說 那他昨天在一份聲明上說的 就說 這些襲擊造成平民的傷亡 摧毀了一些非軍事目標 襲擊就是 就是加強了美國對烏克蘭的性 是啊 他們不說 他們不說打哈利密亞大橋 嗯 當然不會說自己錯的啦 是啊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好 那當然到最後就是 到最後就是 那他說 那你烏克蘭 你俄羅斯侵略你的衰先 所以你就抵臂被炸了 哈利密亞大橋 即是你當你衰先的時候 你的平民就抵臂被炸了 嗯 這個理由對不對 嗯 我覺得 其實 如果你衰先 你的平民你不應該被炸 嗯 哈哈 慘了 無辜了 但你不應該被炸 嗯 嗯 他炸的都會 不是 應不應該 應不應該 如果你衰先 嗯 你是一個壞人 那如果我是一個壞人 我欺負你 是 我欺負你打你 你不會打我的子女 解釋我有 那是不是我衰先 即是說回那個 如果我不是這樣的話 我不打你 你不會打我的子女 嗯 是啊 對不對 這個你就回去了 那救命 那些人就該死了 嗯 你打我 你打我 你打我們阿富汗的人 或者什麼那些人 那些人 那於是 我便打你美國的平民 嗯 如果這個道理是對的 對不對 那又回到這個 這個 你俄羅斯衰先 我便打你俄羅斯 克里米亞大橋 OK 打你的平民 那既然你美國衰先 我便打你 我便炸你的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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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就這樣 嗯 即是不斷地帶來 其實我見到 普京都錄了一段影片 即是那段影片 真的瘋狂的聲音 就是說 他就說 美國 即是他會用核武 即是他自己都說 會對準了美國那邊去射 美國那個人說 如果你用核武 我會毀滅你俄羅斯 但是我想 大家靠一下 你覺得 俄羅斯是一個有 廣闊邊境 而且有六千個核彈的國家 那我相信你很難毀滅 嗯 即是你北韓 朝鮮你便很容易 你便可能毀滅到 只是二十個核彈 你炸不完 但問題我想 甚麼是很難毀滅 好 那接著我們講回本港方面 其實都見到又有新的變種病毒 入了來的 剛巧 其實有個叫做XBB.1 是 昨天是輸入個案 來的 現在暫時的確診數字 都維持在三四千宗的水平 這樣 今天亦都見到日本是開回的 即是被 我不明白它的變種病毒 即是我甚麼鬼 ABCDEFG 對我們來講有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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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分證號碼 我沒有人想知道 你的身分證號碼 對吧 哈哈哈哈 然後 那些專家都聽來講是輕症多的 是的 嗯 好 那之後就講一下 其實 昨天來講 都有單 我自己覺得 要擺上耀文的一單 新聞就是 有幾個學生在吃這個公仔麵 即是在那 在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突然間就播過歌 在荃灣聖方制中學 那 即是看到有14名學生被校方指 不是4名 14名 14名學生被指 是不尊重學校 並且違反國安法 那昨天就有人說 啊 看到學校報警 因為這件事 但其實呢 學校最後就澄清 其實報警的事件 就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是說外面去校外 有些指示牌被人毀壞了 那他們剛巧報警 於是 那些人就把兩件事扯過來講 那現在這幾個學生呢 就是被停課三天 以及要即時離開校園的 那你對於這件事 會不會覺得太嚴苛 或者是應該要這樣做呢 嗯 那個狀況是 嗯 他們就是說 他們就是 這件事 最初就是被遲了 他們突然之間播 但是實際上 他說 我們早就趕了會播 那你是 為什麼你還要繼續吃早餐 但是問題是 我不知道繼續吃早餐的狀況 應該是怎樣的狀況 因為我也不知道 他究竟播 播國歌究竟是怎樣的 那個什麼 但是停課三天很小事 嗯 不用 不是扔出校碼 嗯 那停課三天很小事 我想他們應該都是 很故意這樣做 不是說 我正在吃早餐的時候 你播國歌 如果特地就在你播國歌 吃早餐 而且究竟是在什麼狀況 是在餐廳吃早餐 還是 當時正在雨天操場 嗯 那他們那個人是 嗯 他們應該是 他不是吃完早餐收拾 因為 學生是很無恥的 告訴你 這個一定是屈學校的 OK 行不行 就是這麼簡單 嗯 就是那個一定不是那個情況 不是 不是突然間播國歌 不是 明白嗎 不是突然間播國歌 吃完早餐收拾的時候 學生無恥 這個是 這個聖方制的學生 就是無恥 明白嗎 OK 什麼時候的學生說過大話 跟著法文 學了那些大話的東西 那一向都 就是說 這件事就是出現了 就是那種 誒 他們打警方 罵警方的時候 就不要 就不要 嗯 拍出來 警方打他們的時候 然後就拍到警方幾壞 就是這些 學生都沒有壞 就是這樣 雖然 但是聖方制中學 他們肯定是怎麼教出來 就是因為有些 人渣老師一開始就這樣教下去 嗯 就是那件事當然 究竟那件事是不是嚴 但是 這件事我肯定他不是事實 因為學生是廣關大話 因為老師教下去 從來都是這樣 嗯 就是這麼簡單 OK 應該 我相信 他這樣是不是過言 是第二件事來的 但是我 並不相信這是事實 這些學校已經澄清了 不是突然無端的播歌 我也不相信他們是 過完吃完早餐在那裡收拾緊 明白嗎 那可能是 因為在吃早餐的時候 那些人就抓不及了 那些先生 那當然是吃完早餐 收拾緊 但是這樣 嗯 羅副校就解釋 他說他沒有直接 跟涉事學生對話 也都沒有指他們違反國安法 但是就指當時校長 跟被罰的學生犯罪的時候 僅告誡他們相同行為在校外 或者會觸犯國安法 是的 第一就是他當然 他沒有資格過國安法 因為他們不是法庭 但是也都這麼說 就是在那個情況 就像沒有播放國歌的時候 他們都是不應該吃早餐 嗯 你可以不可以上學吃早餐 小息的時候可以 你可以不可以在操場裡 在做一些事情 可以去吃早餐 OK 就是這麼簡單 那些事情根本本是 他是故意搞這些事情 嗯 學生他這樣說 就是證明了學生很無恥 OK 學生無恥 就是這麼簡單 學生一向都無恥 大哥 就是這件事 而且你們都瘋到黑暗 說一些大話出來 是不是 就是播到一半 我想播國歌是有程序的 OK 而且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對警察 那些年輕人對警察的時候 已經證明了他們是無恥的做法 就是那種播 就是 罵他 逼他 就是這些可能是鬼佬教 罵他 罵警察 辱罵警察 逼警察 然後他一反抗的時候 你就馬上就拍他的醜態 警察反抗 警察就拍他的醜態 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我不是屈的 嗯 好 說完這件事之後 又說一下 原來呢 今天已經踏入新政府上任 一百日的了 八日宴 見到大數據分析 究竟他們開不開到新篇呢 都還是想著 他們肯定是開新篇的 OK 開到新篇 就一定是開到新篇 問題是新篇 是不是一個好的新篇 絕對 即是新的人 你一定是的 你今天 我都開心 問題就是新篇 究竟新 是不是好 是不是好的一頁呢 就是這樣 你看到其實他們的班子 就是看到 昨天的報導 李家超的愚情表現 今天就報導 C局長的網上人氣 新冠疫情持續三年 疫情主導過網絡的言論 21名C局長裡面 醫衛局局長 大家都記得了 勞重貿鐵文 的互動量 是拋離其他C局長 他是不是特別沉迷 玩Facebook 玩IG呢 近11萬的 關於她的留言之中 8.3萬屬負評 很多負評 之後 那個C局長最多的 她的狀況就是 她唯一就是她比林鄭月娥好 即她的負評 我不敢肯定 You will miss Carrie 因為當初的時候 當林鄭月娥上台的時候 我是唯一一個講的 You will miss CY 結果我是唯一預言家 到最後的人就很懷念CY 因為說沒有可能 絕對沒有可能 結果沒有可能就是有可能 但是李家超就不知道 李家超就不知道 我很記得就是這樣 很多年前 阿毅震 不知道參加了什麼 比賽 不知道參加了什麼 那出來的人問她 喂 你怎樣 你做成怎樣 她說 她說 碰過滑角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班的同學 是姓葛的 我們叫她做滑角 她說我最少碰過滑角 最少碰過這個人 她才說 我做成怎樣 我就不知道 打碰過滑角 就是這樣 至少比Cary好 對 她最少比Cary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耀文去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好